这是一个普通的泡泡 它的直径只有4厘米左右 由水、洗洁精和干油 按照6比3比1的比例混合而成 它的厚度只有几百纳米 随着水分的蒸发 它表面的物质在不断地流动 造成了它的厚度并不均匀 从而影响了光的折射 展现出这样五彩缤纷的色彩 如果我们把它放在零下21度的环境中 将会发生什么 感谢观看 为什么我会想去拍冰泡泡的视频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 每一年过年回东北 能做的就是那么几件事情 要么就是堆一个漂亮的雪人 要么就是打雪仗被虐 今年我决定玩一点不一样的 我是阿波主前进的查理 今天就由我来教大家拍这种 绝美的冰泡泡视频 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 别人家的泡泡吹的又大又持久 而我们却只能吹出这样的泡泡 所以我们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就是 如何配置出完美的泡泡液 我们都知道用纯水是吹不出泡泡的 但为什么加了洗洁精就可以 而加了鸡精就只能拿来炖汤呢 这就不得不提到一个词 叫做表面张力 表面张力的现象 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 非常的常见 比如这枚硬币上面超出表面很多 但依然溢不出来的水滴 硬币 还有这货 它叫做水敏 小的时候我就纳闷 大家都是生物 为什么你这么优秀 如果你读过三体第三步 那么下面这个现象 你一定非常的熟悉 在小船的后方低加洗洁精 那么后方的表面张力就会小于前方 这样小船就被拉到前面去了 三体中星环号取离发动机的引擎 跟这个有那么一丢丢的类似 以上所有提到的现象 都是表面张力的作用 而纯水之所以吹不出泡泡 就是因为表面张力过大 需要加热表面活性剂 来降低表面的张力 而生活中最常见的表面活性剂 就是洗洁精 有了洗洁精 我们就有了简单的吹出泡泡的能力 如果你想吹出这样的泡泡 啊错了 是这样的泡泡 那么你需要的是聚合物 有一位美国教授 他叫Justin Burton 他在西班牙开会的时候 看到街边的艺人吹出巨大的肥皂泡 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并且进行了相关的研究 美国的学术压力是不是不太大 并且他还拉着自己的研究生 一起去研究泡泡 结果这一位研究生同学 因为这篇关于泡泡的论文 毕业 啊 为什么他这么容易毕业 文章中表示 适量的聚合物 可以让泡泡的表面更厚 以至于泡泡可以吹得更大 更持久 很多泡泡液的配方 都会利用刮耳豆胶 作为容器里面的聚合物 什么豆胶 刮什么胶 刮耳什么 我知道你们肯定在说 刮耳豆胶是什么味 请忘记这个词会 在我们生活中 有很多可以替代刮耳豆胶的物质 比如说甘油 比如说胶水 而本次视频里我们采用的 就是甘油 接下来你要做的 就是找到一个足够冷的地区 这张图来自于 中国气象台官方网站 标注了2021年2月10日 早晨8点的温度区间 如果你恰好所在的地区 在这条线以北 那么恭喜你 你可以开始玩冰泡泡了 对于很多人来说 泡泡只是用来逗孩子的工具 不 它可以拿来毕业 但其实它能给我们带来的 不止这些单纯的快乐 19世纪科学家凯尔文 对就是八年级物理课里 学到过的那个凯尔文说过 如果你吹一个泡泡 并进行观察 你可以对它进行一生的研究 并从中获得一个又一个的物理定律 如果你仔细观察我们的冰泡泡视频 你会发现 在结冰的过程中 泡泡的表面 首先会出现非常多细小的冰晶 然后慢慢地扩大 到覆盖到整个泡泡表面 国外有科学家团队 所以对这个现象专门进行研究 因为这个议题 与冬眠这个现象息息相关 因为较大的物体 在冷冻和解冻的构状中 往往会受到损伤 了解这些晶体 是如何在气泡泡泡表面形成和移动 对于理解低温冷冻生物技术 会有非常大的帮助 而另一个实际的例子是 星球表面的物质流动 这是著名的木星大红弯 它的面积比地球还要大出很多 木星表面的超高压和超过100米每秒的狂风 让这里成为人类无法涉足的地方 这是我们地球上的台风 和大红斑一样 我们都可以在肥皂泡表面来重现这一现象 通过泡泡表面不同的颜色 来追踪液体的流动轨迹 以此来研究这种复杂的流动模式 刘慈欣有一部短篇小说 叫做圆圆的肥皂泡 讲的是利用泡泡来去改善西部生态环境的故事 这当然是一个科幻的想法 但是人们眼中的玩具是科学家手中重要的工具 来去帮我们探索那些我们无法触及的领域 也许未来在我们征服星辰大海的旅途中 真的少不了这样的意味 土同的泡泡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我是信任up主 前进来查理 如果你喜欢的视频请点一个大大的关注 让我们下期再见